看到是纽约爱乐交响乐团 亚洲之行 今天晚上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登台 演出前 音乐总监和团员特地先和媒体来见面 纽约爱乐呢 这次已经是第七度造访台湾 不过音乐总监艾伦吉伯特 在2009年才接掌乐团音乐总监 这一次呢 准备了许多代表纽约文化风暴曲目 希望乐迷对纽约爱乐有全新的感受 而同行来演出的小提琴家 沙丽巴蒂雅许 以及钢琴家一杯布朗夫们 都是纽约爱乐著名的音乐家 因此呢也是让台湾的粉丝充满期待